香港7.1 反送中大遊行 要求林鄭月娥下臺 使用墨西哥木瓜染沙門市軍 紐約24人感染 寬限期結束 紐約泡沫餐盒禁令 7月1日開罰 梅西百貨國慶煙火 今年回歸紐約布魯克林橋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今日大紐約 7月1日 香港年度大遊行如期登場 今年主辦方明鎮宣布 遊行人數再破紀錄 達到55萬人 當天有部分示威者佔領立法院議事廳 而遊行市民在33度的高溫下 從維園走到銅鑼灣 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 請看特派記者在現場的報導 現在這裡是香港七一大遊行的現場 那麼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維多利亞公園對外的一個天橋上面 今年的這個主題是撤回惡法臨陣下臺 打頭陣很多其實是一些坐著輪椅的朋友 以及是一些媽媽帶著寶寶在前面先走的 下午3點 遊行主辦方 民間人權陣線帶領龍頭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 不少民間團體 政治組織以及媒體集團也在隊伍中 我們今天七一大遊行其實是延續我們六月份 因為反對逃犯條例的那個兩次百萬的遊行 這一趟當然我們是非常清楚 因為要求林鄭月娥全面地把條犯條例撤回 香港的抗爭已經傳遍全世界 全球20多個城市同一時間發動放送中的集會 所以中共約是用它一貫很霸凌的態度 不許人家談 人家就覺得更加有必要再來談這個事情 報警就是將來都會變成歷史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只是堅守報導真相 報導事實的這個理想理念 那麼我們作為媒體來講就是有監察政府的責任 所以我們會跟市民站在一起共同進退 浩浩蕩蕩的天國樂團出場 樂音壯闊傳遍整個銅鑼灣 吸引不少遊行民眾駐足觀看 紛紛攀照留念 在涉事33度的高溫下 不少民眾從委員出發走完全程 就是為了表達他們的心聲 我們的政府不聽我們市民的聲音 我們覺得它太過令我們很煩惱 給它知道我們是活平的人 我們要活平來到街上來走一走 讓它知道我們的意識 香港人撐住 香港加油 夜幕低垂 截至晚上8點 遊行仍然在持續 看不見的人朝盡頭 人人舉著點亮燈光的手機 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 新唐人記者站報導 今年的七一大遊行 55萬港人冒著酷暑走上街頭 表達對中共強推引渡惡法的不滿 其中法輪功學員的遊行隊伍受到矚目 請看記者梁珍的報導 香港法輪功學員會一如既往的講真相 讓民眾認清中共的邪惡 最終促成中共的解體 香港法輪佛學會發言人簡洪章表示 目前香港局勢受到世界的關注 法輪功學員會一如既往的講真相 讓民眾認清中共的邪惡 最終促成中共的解體 當選者他們如果越是不肯撤回惡法 不肯改正錯誤 就只為出使更多的人認清 後面中共的邪惡 那我們法輪功學員也用種種的機會 向更多的民眾去講真相 讓他們知道中共的邪惡 然後大家都能夠出來 出成中共的和平解體 烈日當空下 法輪功學員中午12點多也在維園集合 晚上6點多才從維園起步 到金鐘一帶以天黑 新唐人記者梁珍 陳仲銘 郭威力香港報導 今年的7月1號是香港主權移交22週年 港人再次走上街頭為民主抗爭 對此臺灣網絡名人館長陳之漢表示 中共的專制管理只會使更多人反感 我們當每每看到香港人發生這種事 尤其是年輕人 老年人沒什麼感覺 老年人只想要錢 不是不好意思 這是事實 那年輕人他們未來只是未來 所以我再講一次就是說 中共你越做這種行為 臺灣人反抗力越強 那你做這種行為 無疑的是幫民進黨助選 7月1日 香港主權移交滿22年 港人再次走上街頭 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宋宗二法 對此臺灣網絡名人館長陳之漢表示 臺灣與香港其實是聯動的 中共繼續這樣做 則會有越來越多人對他們反感 人家是一個民意訴求 現在都已經是2019年了 他們的這種管人的方式 這麼專制的方式真的行不通 全世界都行不通 我覺得這個會沒完沒了 然後世界每個國家都會 講難聽一點 大家都會唾棄這種行為 而對於香港警方 曾多次施行清場 暴力對待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 館長認為 每個人生來這個世界上 都有他的人權在 他不禁想問 到底是誰賦予中共這樣的權力 去荼毒人民的 這世界上人生來 應該是平等的嘛 但是最後的財富是去累積 但是權力部分 是他XX的誰因虛擬這麼做的 所以我常常 我現在為什麼跳出來 一直在講這些事情 並不是我是正義默認 我們隔壁香港多近你知道嗎 你去看一看 看看人家在過什麼日子 你台灣人喔 你要 你不好好去思考 你未來就是過這種日子 館長說 香港二十二年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台灣如果去選一個不對的人 八年就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媒體問到 會不會再辦一次反紅媒運動 館長表示 這做一次就夠了 再多好像就有政治目的 不要讓人有過多聯想 新唐靈牙電視成為 某黃立峰 台灣台北報導 上百名旅居紐約的香港人 七一前 聚集到紐約地標之一的中央車站 進行快閃活動 希望引起國際社會 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關注 同時聲援在香港舉行的七一大遊行 超過一百名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民眾 在紐約著名地標的中央車站 舉著紐約時報將駐不動五分鐘 進行快閃的假人挑戰 希望引起國際關注 紐約時報上印有呼籲各國關注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公開信 這是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發起募款所刊登的廣告 募款活動獲得踴躍響應 不到一天就募集超過六百萬元 成功買下九個國家 十二份報紙的版位 他們拿著的呢 就是我手上的這份紐約時報 可以看到一整個版面 都是他們刊登的廣告 那上面是寫給民眾的請願信 也列出了對香港政府的五大訴求 同時要求各國在G20峰會期間 能夠關注香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公開信中列出的五大訴求 包括要求撤回送中條例 要求不檢控示威者 要求取消六月十二號遊行為暴動的定性 要求追究警察開槍鎮壓 和要求擁有普選出民主政府的權利 情願中還寫著中共違反一國兩制協議 以各種方式滲透和入侵香港 威脅到了港人的自由和國際經濟地位 我們穿了這個衣服 因為它顯示瘋狀態 是一個暴力的動作 我們不在這裡祈禱 這是一個很緊張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去行動 我們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回到香港的時候 也可能好像你這樣採訪我 讓全世界看到 他會把我運到這個樣子 然後可能我去香港的時候 他們可以用任何理由 去把我抓到大陸去 參與者中旅居紐約的台灣人 也出來支持 台灣跟香港是春王齒寒 如果香港這個民主的防線沒有守住 台灣也很危險 主辦方表示 舉辦快想活動 同時也是希望聲援 並支持即將在香港舉行的七一大遊行 他們在祈禱1月1日 有照片和照片 讓他們不獨自 世界都跟他們 我希望他們能引起他們 繼續進行動 他們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工作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 奧利弗 紐約報導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近日向民眾發出警告 紐約和新澤西等地爆發沙門市郡疫情 其原可能是來自墨西哥進口的新鮮木瓜 近期 紐約和新澤西州的數十位民眾 在使用從墨西哥進口的新鮮木瓜後都感染了沙門市郡 經常 這些墨西哥進口木瓜主要在紐約 新澤西等八個州銷售 今年上半年 至少有62人食用後感染了沙門市郡 23人已住院治療 其中紐約市就有24名患者 衛生健康官員建議消費者不要食用來自墨西哥的木瓜 或者含有墨西哥木瓜的水果沙拉 感染沙門市郡通常會出現腹瀉 發燒和胃筋鸾的症狀 病情最長可能會持續一週 部分嚴重患者需要住院治療 新唐人記者唐晨 紐約報導 今年年初 紐約市開始實施泡沫塑料餐盒的禁令 禁止商家使用泡沫塑料餐盒 清潔局從7月1日正式開始對沒有及時更換的商家進行罰款 紐約市清潔局將從7月1日開始 正式執行對還在使用一次性泡沫塑料餐盒的商家罰款 第一次違規將罰款250美元以下 12個月內第二次違規將罰款500美元 在12個月內第三次違規或第三次以後的每次違規罰款1000美元 清潔局表示經過了對商家長達半年的宣導 不少商家知曉禁令 並已經使用紙製 硬塑料或鋁製等可回收材質的餐具代替泡沫 此前一次性泡沫塑料餐具只能作為不可回收垃圾丟棄 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分解 給環境造成污染 根據紐約市府的數據 紐約人每年總共扔掉6000萬磅泡沫塑料 在紐約華人社區 很多小吃商家已經更換成了紙製餐具 新唐人記者韓瑞 紐約報導 美國國慶日7月4號就要到了 每年到了這個節日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梅西百貨的超壯觀煙火 今年煙火燃放地點再次回歸到布魯克林橋舉行 時隔5年 今年第43屆的梅西百貨煙火秀 從中城的東河再度回歸布魯克林橋舉行 煙火將從布魯克林橋上和17號碼頭附近的4艘船艇上施放 25分鐘的時間將發送超過7萬發 煙火將綻放28種不同的顏色 今年增添了5款新的煙火造型 還會有1600英尺的銀色瀑布煙火從橋上灑落 場面想必是相當壯觀 煙火秀將從晚上9點20分開始 梅西百貨官網提供了7個最佳煙火觀看地點 想要現場觀看的民眾建議提早抵達站位子 並留意紐約警局規定不可攜帶椅子或大型物品入場 聽不到現場音樂的民眾 可以在觀看的同時收聽廣播1010 WINS AM 另外 不想出門的朋友也能收看NBC電視台 從晚上8點到10點的直播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 紐約報導 在美國獨立日即將來臨之際 紐約公共圖書館展出了罕見的 美國獨立宣言手寫副本 這是由美國建國之父之一的托馬斯傑培訊 手寫的四份僅存的副本之一 慶祝獨立日不僅局現在燒烤大餐 精彩的煙花 還可以一睹獨立宣言文稿 重溫這一奠定美國立國之本的歷史 在馬哈頓五大道的紐約公共圖書館內 週一和週二兩天的時間 免費向公眾展出由建國之父之一的 托馬斯傑培訊手寫的獨立宣言副本 這是僅存的四份副本之一 在開放展覽的第一天 就已經迎來大批參觀者 人們排起長隊準備一覽這一卷永的篇章 現場不少家長帶著孩童們前來觀看 希望將這一歷史傳承 展覽的版本包含了1776年7月4號 由國會批准的獨立宣言中刪減的文字 包括傑培訓對奴隸交易的譴責 除了本週的簡短展覽 這份文件也將在2020年11月開幕的 永久性展覽珍寶中 作為圖書館最具傳奇色彩的 100件物品之一展出 新唐人記者宇婷唐成 紐約報導 多名美國遊客在多米尼加身亡 週參議員呼籲研究管理署介入調查 從去年開始 美國至少有11名遊客 在多米尼加旅遊時不幸身亡 紐約州參議員週日呼籲 美國國家研究和武器管理署介入徹查 來看詳細報導 舒默表示 希望 研究和武器管理署調查 這些在多米尼加神秘死亡的美國遊客 是否飲用了有毒的酒類 去年一年 美國至少有11名遊客 在多米尼加旅遊時神秘死亡 其中包括來自紐約和新澤西的遊客 這些人死亡前身體都是健康的 但是死亡時 都是因為飲用酒精類飲料後 出現身體不適 呼吸困難 突發心臟病等症狀 而且都是在景點死亡 有些甚至在同一景點的同一酒店死亡 舒默表示 在多米尼加 有的酒類飲料屬於非法劣質酒類 用甲醇代替了乙醇 這是致命的 他希望研究管理署能展開深入調查 舒默還建議 美國國家疾病管理和預防中心 也能派遣醫療專家前往 協助調查是否因為某種疾病 甚至是與酒精相關的疾病造成遊客死亡 新台人記者安新 紐約報導 G20之旅效應展現 川普打破兩大僵局 為期兩天的G20峰會6月29日在日本大阪落幕 川普此行被認為獲得加分 帶您快速回顧川普的幾個重要會談及成果 本次G20峰會 最受關注的莫過於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 能否打破貿易僵局 川普與習近平閉門談判大約80分鐘 會後川普宣布不再追加懲罰性關稅 但以加征的關稅不變 至少時間我們不會在中國上升 還會在中國上升 我們不會加上更多的 我們有三百億元 我們會有三百億元 可以貸款或是套利 我們不會做的 此次會晤後 美中將重啟貿易談判 這是5月 北京在雙方協商以達成90%的情況下臨時反悔 導致美中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後的重大轉機 周一美股三大指數 歐洲三大股指均上揚 亞洲的日本日經中國上政等都有上漲 不過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表示 美中協商內容的最後10%是最難談的部分 川普則表示不急於達成協議 有專家認為美中競爭將成為新常態 而且不僅僅是在貿易層面 競爭大與合作的方向會變成一個新的常態 雖然在美中貿易上川普不著急 不過在與日本及印度的貿易談判上 川普則大理推進 除了解決雙邊不公平貿易問題外 川普表示美日印將達成非常大的貿易協議 川普也獲得了日本送的大禮 安倍承諾 日本企業將增加244億美元的 在美投資 特別是汽車製造商 會在密西根 俄亥俄等州開設新工廠 此次G20峰會也創造了一個歷史時刻 川普在峰會結束後訪問韓國的行程中 意外地與朝鮮金正恩在板門店非軍事區會晤 6月30日下午3點45分 川普與金正恩在分界線兩邊握手 隨後 川普跨過分界線成為首位 踏上朝鮮領土的再任美國總統 此次非正式會晤 打破了2月河內川津第二次正式會晤 無協議而終的局面 雙方決定將在7月中旬重啟去核談判 另外G20大版宣言在美國強烈反對下 沒有加入對抗保護主義的內容 這到亞洲之行對川普來說絕對是得分的 新唐人記者李蘭綜合報導 紐約低收入家庭兒童免費暑期出遊 週一 紐約市上百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出發前往郊區 享受免費的暑期出遊 一起去看看 非銀利組織清新空氣基金會 每年夏天送紐約市的上千名7到18歲 低收入家庭的孩童到鄉間度假 今年也不例外 第一批出發的孩子們 對即將到來的假期興奮不已 對忙於工作或沒有足夠費用 讓小孩參與其他暑期活動的家長來說 這或許是個好機會 就想讓他體驗一下不同的文化這樣子 在我身後 孩子們一個一個排隊上車 這台巴士要帶他們到賓州跟馬里蘭 遠離城市的喧囂 度過他們美好的假期 孩子們將與志願的寄宿家庭 度過一到兩個禮拜的假期 寄宿家庭的地點橫跨東岸14個州 家長可以與基金會討論選擇地點 紐約可以濃郁和聲音 現在他們有機會要休息 這就是孩子的假期 清新空氣基金會 於1877年創立於紐約下東城 創立之初 紐約環境惡劣擁擠 肺結核與呼吸疾病在新移民中流行 因此誘人提議帶孩子到郊外度假 發展至今的第143屆 基金會已經為超過180萬名 紐約市低收入家庭的孩童 提供免費的暑期活動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 韓瑞 紐約報導 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大紐約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我們下期的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